虽然中国大陆希望尽力的让很多农村的地方致富 让很多工作回到了原来的家乡里头 不再制造过去30年所谓中国崛起 但是也同时崛起的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大量的农民工离开了他的家 然后很多老人独守这个家庭 很多孩子在没有父母亲的照顾之下长大 称之为叫留守儿童 但是至今为止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的达成 有很多人一个人在城市里头过春节 很多老人他的孩子们因为过一趟春节回到家里头 这个农民工这么多十几亿人次回乡一次 太难太难了终究没有回来 一个人独守在乡下的老家里面 中国大陆的电视台特别记录了一个人的春节 春节前最后一次半年货 七十岁的李大爷没有杀猪宰羊 只提了白菜 外加托人从镇上买来的三把白面和一瓶酱油 他心里明白这又会是一个人的农历年 因为妻子离世后 四个儿女在浙江打工 已经两年多没有回乡团聚 他所居住的大寨村是雷山县最偏僻贫穷的角落 举目所见都是像他一样的留守老人 当地不到200户人家 80%年轻人选择出外务工 留下无助的老人小孩 只有春节时 有人回来 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和满山乍响的鞭炮声 才让人感觉到些许人气 他们来啊 我家都不来 那你怎么 就是这样 老人家的失落 远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儿子 不时不知道 但看着小年夜刚入手 热腾腾的工资 无论如何 也想让他多留些时候 车费就是六百加五个人口走的话 就是六千块 就是那个到家里面贴点东西啊 走亲戚啊这样 那小孩子啊 给他一点红包这样 也发过五六千 就是一万二左右吧 等于我们一家三个人口 在这里上那个班 大概是两个半月左右工资 就当赌气吧 李爷爷坚持不去温州儿女家过年 而是和同病相连者 相互取暖 除夕夜从柜子里翻出的大合照 是十多年前留下的 手机上稍微新一点 但李爷爷心里刀絮着 孩子们早就不知道 长多大了 想看见他们吗 但是想看吧 想看就是看不到啊 电话上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 留你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面 哭哭哆哆的实在对不起 你老人家把我们两个儿子 一个姐一个妹妈扶养大了 却我们都回不了家 带着生子过来给你一起 吃过短缘饭实在对不起 所以希望你老家原料 最终连想见面都没等到肯定答案 李爷爷心中苦涩 溢于言表 年后的大寨村又恢复往日临近 那个属于年节 子孙城关西下的团圆 依旧不知何时才有等到的一天